一段无稽的青春 一份忌惮的亲情 我没有钱 我从大姨借钱 你借钱干嘛去了 都玩了 侄女较劲姨妈 究竟为何 大姨把我们家当作一个垃圾堆 你知道吗 妹妹他们家条件就是挺困难的 青春怒放的背后 代价几何 我欠下的欠条是五万 我没有钱 我电话都不敢接 致欠青春 一次痛彻心扉的回过 又能否让亲情再次温暖回归 这件事之后我就找过大姨 但是大姨没给我开门 因为我从那些地方特生气 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 让我们共同见证 本栏目由护眼第一部 来意叶黄素冠名播出 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的 谢谢你来了 我是顾雷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好 我们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 著名的心理专家 柏燕怡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著名的美女主播 柴子璐 来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现在的生活很忙碌 我要一边工作 还要一边学习 但是现在的生活 让我感觉到特别的充实和快乐 会想起曾经的那些日子 感觉就像会生活一样 我要感谢一个人 因为他让我感觉到他生活的意义 我要跟他道歉 毕竟曾经的我 做了那么多措施 让他那么地失望 看上去像是一个乖乖女的女生 说要来道歉 并且说他伤害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有请被制限人杨阿姨 杨阿姨是吗 对 是的 杨阿姨 好漂亮啊 那里面那人是你的谁啊 是我小妹的姑娘 外甥女 外甥女 她做了什么呀 要向你道歉 就是说所说她说的 以前做的措施太多了 都说不清了 对 说不清了 事情太多了 就是恨铁不称刚了 孩子已经都二十多岁了 她所做的一切 让我有点太失望了 你们姐妹几个 我们姐妹两个 我有一个姓 就两姐妹呢 对 就两个姓 没有兄弟呢 没有 没有 那你是姐姐 我是姐姐 是她大姨 对 我是她大姨 对吧 向大姨道歉 数不清的事 那到底是些什么事呢 我们有请这个外甥女 苏博文 你长得不像是个干坏事的人 你长得还挺甜的嘛 太好了 还好 你坏事做绝啊 连大姨说的都数不过来了 这事 做过什么事 你说我听听 我那会儿说我身体不舒服 要去医院检查身体 我没有钱 我从大姨借钱 一共借了三次 一共是三千块钱 但过后这个钱一直没还 我相信大姨也不会再追究了 你借钱干嘛去了 其实那些钱都玩了 跟我朋友玩都花了 跟男朋友 女的 为什么就你一个人花呢 我们一起都花呀 那是多大的时候的事 那个时候是十多岁吧 你现在多大 21 大学 工作了 已经工作 没读大学是吧 读了 怎么毕业的这么快 21就毕业了 我学护士 中专 对 借钱给他了 他借了三次的钱 他说去检查身体 检查身体也不需要一千块钱 几百块钱就够了呀 我就当大姨的 就说白了 我也就是想了一个孩子 不要给他拿少了 毕竟也去检查身体去吧 你也没问问他哪儿不舒服吗 他回来他就很气 很嚣张的 就是说大姨我要检查身体 我身体不舒服 很嚣张 对 我就给他拿了钱 拿了钱 他就去检查身体 但是第三次的时候 我说这 关系一下孩子的病情 所以说就问了孩子 把那个单据拿一下 大姨看一下吧 检查三次身体 那得病入膏肓了的都 对吧 你心里肯定早就知道 他借钱是拿出去玩的吧 那时候也不知道 一点都不知道 你没有生活常识 如果他真的要检查三次 你早跟他妈说了 那得病成什么样了 对不对 妹妹家的条件很差 文文呢 就给我这大姨呢 就当做像亲妈妈一样的 我也把文文呢 当做像亲女儿一样的 她住你那儿 偶尔的来家里头住一步 我听过很多借钱的理由 我第一次听说要检查身体 真的第一次说 检查身体还检查三次 借钱 还有什么事啊 我一次我在相亲网上 注册相亲信息 这多大呀你就相亲 听我说呀 你还挺嚣张 我留的是大姨的手机号 你留大姨的手机号 大姨您是单身还是结了婚 丈夫还健在吧 健在 姨父还在啊 在 你怎么回事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姨没事就找我说一些什么大道理什么的 我觉得太烦了 我想给他找点事干 我就那个时候就留的是他的手机号 他一天要接很多很多个电话 你这样做你那个姨父知道吗 后来知道了 真的有好多电话 是的 当时呢我在上班的时候呢 每次家里头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电话 我还以为小妹换了手机号 可能有什么情况啊给我打电话 但是呢我接电话的时候呢 都是些年轻的孩子 他们说啥 他们就说你想找一个多大年龄的 你今年四十几了或者是三十几了 你离婚了 你还是单身呢 多少年了 就问我这么多 你咋回答呀 从心里头我就感觉 这是什么骚扰的电话呀 我说小帅哥 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呀 他说我不会打错电话的 你不是拿你的手机号 登了征婚网吗 我一想 每天都有这个电话 我说可能就是打错了吧 之后我说我再考虑考虑吧 之后 对呀我就把电话就给挂了 之后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跟我们家女儿说 你也有一个女儿 对我也有个女儿 比文文大了两岁 孩子们毕竟说懂她手机 我说你跟妈妈去查一下 这个手机号 妈妈这几天的电话特别的多 之后我就和我们家小红 我们家姑娘叫红红 我说小红就跟我去查了一下手机号 我一看是文文的头像 我就特别特别的生气 你傻呀 做事做全套啊 你怎么留你的头像 留她的电话呢 那会儿没想她能去查呀 这说明你的市场不错 都是冲着你的头像来的 只是打的是大姨的电话 你怎么这么闹呢 你干的都是奇葩的事 还有什么奇葩的事吗 这件事大姨可能 我就问人家卖鱼的老板 我就说可能就是这个鱼 质量不好 还是说我喂的不对 他告诉我怎么去喂 我说那我就不买这种鱼了 你帮我推荐一个非常好养的鱼吧 因为我们家那鱼缸子也挺漂亮的 我又买了鱼 买了鱼之后也不到一个星期 又走了 就是鱼怎么早晨起来 我就搞尾声的时候 见鱼又是翻肚子了 你下手够快的呀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你遮什么呀 谁敢做敢当呗 还有什么事吗 我姐姐的男朋友 他女儿 对 就你表姐 对 叫韩磊 那会儿我在公体玩 就玩得太晚了 也喝得有点多 我想我自己回家肯定不安全 我就想到韩磊就在附近住 我就给他打电话叫他送回家 我没想到他真的来了 他把我送到家 后来给他发短信发微信说 一起出去看电影吃饭 他都没有去 我觉得他挺正人君子的 然后他把这件事就告诉了我姐和我大爷 他们知道之后很生气 他们就找我骂我 然后 大爷骂你 我 我也骂了他们 你想干什么呢 我那会儿 你想对韩磊做什么呢 什么也不想做 他不是我喜欢那种类型 什么男人不能叫你 偏叫你姐夫 去送你 还约他看电影 所以你想干什么呢 我就是 看大爷不开心 还是想要报复大爷是吧 跟刚才那几件事一样是吧 这爪子身子够长的 这事是韩磊跟你们说的 就你那个准女婿 还没结婚吧 还没有结婚 我当时是特别的生气 我说文文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就是说心里头有什么事情 拿他姐姐的男朋友 这样去 杂气 去做 叫他来的时候 他很嚣张 说的话 他一直都很嚣张 很侧耳 说啥了 他说 我也没有什么 我就是喝酒喝多了 我就要喊磊 来接我 我有什么做得不对呢 当时的情景 就是从那心里头去 这孩子 不应该是这样的 怎么这样了呢 为什么要这样报复大爷 因为我觉得 大爷就是 管得太多了 管得太宽了 管啥了 你还管人家借钱呢 你还不能管你吗 他都干涉到我家庭了 说说 大爷都管什么了 这件事是我妈妈跟我说的 我妈妈怀孕了 怀的是我 我大爷要带着我妈妈去打掉 把这个孩子打掉 把我打掉 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你打掉 你问他 为什么要把他打掉 小妹那时候年纪还小 她跟妹夫订婚的时候 我们家里人都不同意 为啥不同意 因为妹妹还不到20岁 怀了孕 总想让妹妹多学一些知识 练点技巧 太年轻当妈了会苦的 但是说 妹夫那时候的家庭 也特别的不好 所以我就从内心里就说 你怀孕这件事情 爸妈也会不高兴的 但是呢 我也不想说别的 就把他这个结果 跟妹妹说了一下 妹妹听我这么一说呢 她也想去到医院里头 就把这个孩子想打掉 妹妹也知道 我这个姐姐也是一片好意 心疼妹妹呗 而且那妹妹 我们在去往医院的路上 但是妹妹又改变了主意 还是决定留下来 对 大一这么说 你能理解吗 我现在可以理解 如果你有一个妹妹 也是年方二十 怀了别人的孩子 也是相同的这样的情况 你会劝她不要吗 我也会 但是你的这个动机 我还是可以理解 差点你就没了嘛 对 对不对 对 这是一件事 使你怀恨在心 对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还有就是 我跟我姐姐 从小都是学美术的 我们都很喜欢画画 姐比你大多少 大两岁 然后 我画画也挺好的 但是我文化成绩不是很好 我那会报考 就想报考一个艺术学校 就是报考的前一天晚上 大爷来我家 他就跟我说 不让我读一下 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但是我爸妈就好像被他洗脑了一样 我爸妈同意了 他让我去学护士 你不喜欢 我不喜欢 你现在干的是护士吗 现在不是 你干了什么 现在就是在一个公司 就是当实习生 当护士也挺好的 护士是天使 你为什么不让人家考美术学校 那时候妹妹和妹夫 两人的工资 加起来也不止说 四千多块钱吧 他报这个艺术学校 得要花一万多 因为妹妹他们的经济条件 是也有限的 因为那时候我女儿红红 她报的是艺术 她也想报 但是说女儿报的时候 是提前先报名的 我想文文 要是说报一个护士的话 也蛮好的 你的女儿后来是读的艺术院校吗 学得是的 她的文化可差一点 她们结两个文化就差不多吧 就是说要考她也能考上 那我不敢说 就平时成绩都差不多是吧 嗯 我知道她差 你差一点 那你在做这件决定的同时 有没有一点私心呢 就是如果她要是报考了美术院校 因为家境平寒 所以你多多少少得资助一点 我没有私心 那时候要是文文先报的话 我有可能我就是说 从内心里头 我决定是让文文先报的 因为我女儿是先报的时候 她就从内心里头就觉得 我就感觉这孩子是有一种报复之心 就两个人一起报呗 她从她的感想上呢 她不想报这个艺术学校 她不想报 对 她不想报 她就觉得我这个大姨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特别的 针对她 针对她就是特别的偏见 她呢 从内心里头 有可能她不想学着艺术学校 但是她就是说 一句话败货了 就是报复 较劲的 你是真想报艺术院校 我也喜欢画画 你画得好吗 行吗 行呀 但是就是如果说我那个文化课 要是直接去考普通的大学 是肯定过不了那个 那如果你很喜欢美术和绘画的话 如果你真喜欢 即便是读了护士学校 你也可以自己私下学呀 你也可以在毕业了业之后 依然可以从事类似的一些相关职业 你也不是很喜欢吧 还是真的像大姨所说 有一点点报复心在里面 就争 我也要争 对 争 也有这个因素是吗 其实在那个情况之下 其实你让她报了 或许是你们关系缓解的一个开始 对吧 如果没有钱的话 就帮衬她一点 对 是吧 还有别的事吗 我觉得大姨把我们家 就当做是一个附属品 就是一个垃圾堆 你知道吗 什么叫垃圾堆 我们家就好像是一个收破烂的 我妈妈穿的衣服 都是大姨穿过的旧衣服 我穿的衣服 我玩的玩具 小的时候 也都是姐姐玩剩的 姐姐穿过的 那个时候觉得 大姨 就好像 她很 我觉得很瞧不起我们 除了 给旧衣服给你们之外 还有哪一块 你觉得她是瞧不起你们 她 我跟我姐姐中学的时候 不是在一个中学上学吗 她每天能让我上学放学 我们两个都要一起走 就包括我姐姐 去补课班 我都要在外面陪着 我觉得 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一个跟班的 为什么要在外面陪着 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她在外面陪着 因为她毕竟也是照姐姐小了两岁 文文从小她就长得就是挺优雅挺漂亮的 我为什么让她姐姐上学的时候 姐妹俩一起上学 放学的时候让姐姐带着她回来 保护她 因为孩子们毕竟还小 长得也挺漂亮什么的 所以说就让姐姐 看着她 多关心一下妹妹吧 你女儿不漂亮吗 女儿就是说没有文文那么漂亮 但是说两个孩子在我内心里头 都能站到第一线 文文毕竟也是我小妹的女儿 可能我对待文文 还胜过我自己的女儿 你在你女儿面前说过类似的话吗 说文文比你漂亮 没有 我从来不说这个 那你今天说了 听见没有 说你漂亮 所以看着你 怕出事 其实两人在一起目标更大 家开心了吧 不是让你做跟班 是人家做你的护卫 再说了 我问你 大姨有没有给你买过玩具 或者是新衣服之类的 也买过 所以旧的也给过 新的也买过 那是对你们家好 他怎么不给别人呢 什么叫垃圾场 但是多多少少看着自己的母亲 就自己穿旧衣服没关系 他看着母亲穿别人的旧衣服 多多少少心里会有点不舒服 我能理解那种感受 因为自己无所谓 但是大人总是感觉 有点寄人篱下 凭什么比他们差那么多 但其实姐妹之间 也就是姐妹之间才会给 对吧 如果不是姐妹之间 那旧衣服给不出手 因为那时候 妹妹他们家条件 就是挺困难的 我的衣服 妹妹穿了也都挺合适 也比她上外面去买的衣服 我能理解这种感受 我们家原来就跟你是一样 我母亲家里五姊妹 我们家条件最差 因为我母亲瘫痪了 所以也经常是穿 其他的姐妹剩下的衣服 我也穿其他的姨父 舅舅 他们穿旧的衣服 其实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虽然会有一点不舒服 但是都是亲人 不舒服是好的 说明你有志气 但是亲戚朋友之间帮衬 其实是一种温暖的关怀 倒不是瞧不起 你有点多心了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道歉 这要从半年前的一件事说起 我半年前 认识了一帮社会上的朋友 什么叫社会上的朋友 就是混 混子 混子 对 就是 我最开始认识他们的时候 他们只是带我一起吃饭 后来就学会了喝酒 再后来 酬烟 泡夜店 这都是经常的事了 那会儿 他们教我打牌 我就开始赌博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赢的 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就输了很多很多的钱 我欠下的欠条是五万 他们找我 让我去还钱 但是 我没有钱 我没有钱 我电话都不管接 最后我逃跑了 我逃跑之后 他们找到了家里 他们开始 在墙上写了一些游戏字 砸门 那会儿 我爸妈也很害怕 就是 最后这个钱 是大姨帮我还的 大姨不能见死不救 对吧 大姨该出手时就出手 妹妹 知道这件事情 拿了一个解条 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我想 所有做大姨的人 是不是都这样 因为我们家的大姨 也是这样 就是好像是 长姐如母这样的 不仅是对自己的妹妹 包括对妹妹的家人 你好像有一种 义不容死的责任 但是在这其中呢 包括刚刚您在台上 提到好几次说 妹妹家庭条件不好 你的语气里面 就是有心疼 但同时呢 我也听出了一点点的优越感 虽然我这样说 可能有一点过分 要求太多了 但是有时候可能帮人 也是一种艺术 所以可能在以后 你对她 还有他们家庭的帮助当中 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啊 像送旧衣服啊 在我们其他人看来 可能是一个很正常 很温暖的一个行为 但是可能在文文来看的话 就是一种刺激 可以多送送她 一些新东西 一些新的礼物 或者是 在她需要追求的 一些理想上面 她比如说想学美术 在这方面 你给予她支持和鼓励 可能这个是 她最需要的一些东西 另外呢 我是想对文文说 同样的例子 比如说 这个旧衣服的事情 我小时候 我也接受过 我姐姐的旧衣服 但是在我心里 我觉得这个事情 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为什么会对你 造成那么大的刺激 会觉得这是一个垃圾场 那是因为 你的心里非常地脆弱 可以说有一点自卑 我特别能够理解 你的这种 很强的自尊性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 正是因为 你处于这样的家庭 你有这么强烈的自尊性 我才觉得 你更应该 更好地面对自己的人生 给自己找到 更好的途径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在你长大以后 对自己的人生 可以说我要 也可以说我不 这样才是 你应该努力的方向 而不是怨恨家人 所以我相信 其实对于一个 有那么善良的 一颗心的 一个小女孩来说 大一 一定会原谅你的 希望你们能够 好好地在一起 谢谢你们 杨大姐 我想问一下 您刚才说 妹妹20岁的时候 不懂事情 然后闯了大祸 然后好像一路听来 很多的妹妹的事情 是您来负责 帮她处理 或者是帮她来去兜底的 您的母亲呢 就是说我们姐妹两个 从小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的亲切 她有什么事情 都要来找我这个姐姐 她要是说 和我 您妈妈呢 和我妈妈一说 和我爸爸一说 她就要挨打的 事情还要解决不了的 所以说她觉得 跟我这个姐姐说 我这个姐姐会帮她 什么问题也会解决的 所以您等于 其实是您妹妹的保护伞 是这意思吧 差不多吧 罩着她妹 对 伦伦 就我听你刚才 跟大姨的这个故事 我感觉你真正 内心怨恨的 不是你大姨 真正愤怒的对象 是你的妈妈 你的爸爸 如果没有你妈妈 爸爸的那样的一种 放弃自己独立思考 和决策的能力的话 不会事事由大姨 来做你们家的主 但是可能因为爸爸妈妈 他们真的在你的心目当中 太亲了 也太软弱了 所以很多的问题 你内心对他们的爱 对自己父母的爱 让你不忍心 也不能够去直接地去 苛责或者指责他们 所以这个时候 你把对于弱者的愤怒 转向释放到 强者的行为上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读 你能不能理解和认同 其实 为什么不报艺术院校 如果妈妈当时就兼职 我的女儿就是有才华的 我们家再穷再苦 我天天出去打三份工 我愿意让我的女儿 去实现她的梦想 如果妈妈有这样的一份坚定 就像大姨对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人生 有这样的一份坚定的话 那可能不用听大姨的建议 但是你很善良 你爱你的爸爸妈妈 你也看到了他们的弱小 并且你也被他们的弱小的 无能为力 有一定的感染 所以这个时候 谁承担的越多 谁成为照出你父母 是弱者的那面镜子 就成为了你发泄愤怒的对象 而恰好大姨出现了 其实我觉得今天在这里 你确实是应该向大姨道歉 因为她用她的臂膀 保护了原本不属于 她应该去保护的东西 可是你怨错了对象 当然我不是说 要让你怨恨你的父母 谢谢你来了文文 能够让你自己 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 去看到在你的生活 二十一年当中 很多的东西 可能真正去伤害到你 破坏到你的 是弱小的 而支撑你有勇气 站到这个平台上的 恰恰是你对面 这个女人她身上 散发出来的力量 谢谢你来了 谢谢 你们俩没多大的事 但是你们各自 确实有存在的问题 其实大姨我有点怕你 真的 你坐在那里 就特别有太后范 严肃 甚至有一点点死板 不勾言笑 目光犀利 当时我见着大姨 你看 我的感觉就是给跪了 其实我认为你啊 在跟你的外甥女 斗智斗勇的过程中 你是有巨大成就感的 你是她的绝对权威啊 是让她成为 你想成为的人 但是你懂外甥女吗 你认真那个 倾听过她的声音吗 你知道这背后的 一次的反抗 意味着什么呀 留个作业 作业的起点是 认识两个字叫平等 你们俩最好做朋友 毕竟 这个美丽的女孩 已经二十一了 她不是孩子了 所以你能不能换一种方式 相处 决定了你们未来的关系 否则我建议你的门 还是关上好 至于小文 我最初 觉得她就是淘气 在你十八岁之前 后来我想 看武侠小说嘛 我说你混得好了就是黄荣 混不好了就是阿子 取决于你这个选择 其怎么做 黄荣人见人爱 天资崇慧也调皮 阿子人见人厌 也天资崇慧 取决于你的选择 当然也取决于 大姨的选择 教会你两个字叫感恩 如果你没有感恩 你不会感觉到 爱的温暖 你的真正内心 不会会唤醒 你只会一路地逃跑 不管因为最初的慈悲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我替你大姨干一件事 其实你颜值很高 能画画 有艺术细胞 如果再加一点点 努力和上进 你是不是会在 不远的将来 遇到更好的自己 然后能够用平等 淡定 甚至有尊严的眼神 面对曾经无比强悍的大姨 也留个小小的作业 但还是谢谢你们来了 你们今天的沟通 对你们未来的关系 至关重要 希望你们未来 都能遇到更好的自己 谢谢 石跟手指 也互有长短 即便是一个大家庭 也会有贫富不均 弱者 理所应当受到 强者的扶持 而强者 也理智气壮地 在弱者面前 有了优越感 所以我说 我有跟你同样的感受 我以前我们家 因为我母亲瘫痪 所以我们家 经济条件是最差 但现在毫无疑问 我们家经济条件 是最好的 但可惜我妈已经走了 所以我把那三个姨 当成我的妈 因为在我们家困难的时候 他们给了我们 很多的辅助 大姨也是这样 大姨有的时候 就是很强势 但是在内心深处 它又是柔软 所以说 你要在接受它 强势的那一面的同时 也要能够理解 它柔软的那一面 因为那是一种成长 有感恩 其实内心会更加幸福 但如果只记着仇恨 你的内心一定不快乐 在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当中 说出你内心感恩的话 谢谢你来了 大姨 谢谢你来了 希望你能原谅我 之前做的那些事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成名给你们看 请转动礼物传送带 有可能 大姨 以前做的事情 现在太刻薄了 看到今天 闻闻 能 对大姨什么声 道歉 我是回心里的 我刚刚在下面问了一下编导 大姨在生活当中就是这样 她不是很强势的人 然后说话也一直是那种 念念叨叨 念念叨叨 生活当中她就是这样 是不是 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往自菲薄 说自己太刻薄了 刻薄倒是没有 但是一点优越感是有的 但也正常 谁不是这样 以后注意 来把礼物拆开看看 你还真会买衣服 你还真会买衣服 你审美不错 中国有一句话叫 娘亲就大 是吧 其实娘亲 姨也亲 都是义母同胞 甚至有些姨 比姑姑还要好 你现在可以理解 姨对你的好了吧 姨甚至都在节目里面 像亿万观众说 你比她的女儿要漂亮 这一般母亲是说不出来的 所以说她其实心里挺疼你 是吧 你另外要跟你的女儿说一下 你也漂亮 要不然这事会生气 你自己的女儿 说深了说浅了 也就是说漂亮一点 姐姐也挺胖 很爱妹妹的 妹妹也从内心里的和姐姐 也沟通的也良好 你漂亮还是姐姐漂亮啊 我漂亮 你傻呀你啊 你是真傻吗 当然是姐姐漂亮 太不懂谦虚了你敢啊 哎你你女儿会给你买衣服穿吗 哎怎么说呢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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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是的 虽然说是有可能不经常夸女儿漂亮 总夸文文漂亮 所以女儿不会买衣服给我 今天 所以啊她不光对你有孝心 而且你看买的还特别合适 肤色呀材质啊羊绒的啊 都不错 这衣服多少钱 一千 一千多啊 你现在不是没工作吗 她实习吗 实习啊 实习一个月多少钱 一千多吗 一千多全买了 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姨姨买衣服 其实呢 你内心深处肯定曾经有过一种感触 当你曾经以前愤愤不平的时候 凭什么我们家就只能穿别人 穿剩下过的衣服的时候 你肯定那次心里暗暗发誓 将来我有钱了 我得买新的送给我的姨 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 内自的心愿 今天你也已经达到 当你真正送出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对方接受的时候 内心当年的那种 愤愤不平早就没有了 随之而来的是 一家人在一起 互相关爱多好 贫穷的原因 可能只有一种 但幸福的原因 有很多种 让你慢慢去体会 好不好 再见 谢谢 大姨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去年做的那些事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成名给你们看 你说中国人有很多语言确实是习惯 一方面说肥水不留外人钱 是吧 好过了外人 不如好过了自家人 一方面又觉得 哎呀 自家人在一块 你要是过得比我好 我心里太难受 所以说 在生活当中 我们总是有幸福的矛盾点 但是大家一定要谢谢 其实去体会幸福 是避免不幸的 最好的方式 好的 如果你有任何的遗憾 需要弥补 有任何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像他们一样 分享你的故事 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